毒品泛滥害人害己 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 国际福伦3461地区 联合了16个各地福伦社 以4个月的时间 举办一场影像阳光 你我都是反毒英雄 反毒YouTuber达人创意影片竞赛 福伦3461 并且在2019年4月20号 周末假日的上午 在台中市冯甲大学学师楼 举办反毒影片 佳作跟前三名的颁奖典礼 一大早就挤满了许多热心的福伦社友 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国际福伦3461表示 希望用鼓励拍摄反毒影片的方式 带动社会大众杜绝毒品泛滥 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鼓励青年人来对这个反毒的 反毒的一些想法 还有把它拍成这个微电影来宣导 然后大家得到这个反毒的概念 然后远离毒品找到健康 这次活动是由那个国际福伦3461地区 那个1819年度的地区反毒委员会所主办 那我们举办这一项反毒 YouTube达染创意影片竞赛的活动的目的 最主要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一个活动 来号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反毒的工作跟宣传 一项坚持反毒的国际福伦3461地区 是台湾中部最大的社团之一 平常就十分关心弱势族群 参与社会公益 这一次跟台中市政府共同合作 推动反毒创意影片竞赛 一共有29部作品参赛 9部影片入围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加入做公益的行列 提高年轻世代创作的动力 让学生在平常就知道哪些是毒品 然后对毒品有一种拒绝感 然后在生活当中让学生了解到 如何拒绝毒品 如何做到反毒的效果 可以用影片然后介绍出活动的主题 然后可以增加我们把创意带进去 我们有观察到一些关于毒品的一些事情 然后融入到歌曲当中里面 然后透过用音乐方式来做呈现 这一项反毒创意影片竞赛 最后有影片 阿布我对不起你得到冠军 国际夫人3461地区总监张光雄 今天除了颁发奖牌跟奖金之外 还特别表示 国际夫人一直在台湾社会传达正面能量 每个社友都充满了爱心 又热心公益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加入 共同打造健康快乐 幸福富足的社会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道